北京疫情恶化之后北京戒严 那这一次呢这个权力核心面对的是 疫情经济民生淹水 那乃至于大失业潮的政治压力 这个政治压力不是只有习近平也有 那川普也有 那双方内部的经济跟内部的民怨 都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定时炸弹 但是以今天最新的发展来讲 北韩事实上直接这一个轰了开城的 南韩的这个联络办公室 然后今天中印边界也插枪走火 所以中国内部的种种政治压力 都可能变成对外输出军事冲突 而且释放压力的发展 对我们先谈今天下午这一个 就是开城工业区的这一个两韩联络办公室 那北韩直接就把它炸了 那的确是有点 也许国际觉得意外 不过南韩军方直接是讲说 反而他不觉得意外 因为这个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他三天前就已经预告 他直接这个扬言说 这个毫无用处的 这样的一个共同联络办公室 要让他完全消失 那只是说过去北韩 我们知道他一向都是对外打心理战 非常多的一个宣传 那很多事情是只有这个 这个对外呛声 但是他实际上不见得有动作 那这一次这个动作 的确是让国际有点出乎意料 但是不过我们整体观察 我个人认为说 的确这个状况 恐怕是这个北韩内部的政权 出了一些问题 那现在问题的癥结点在哪里 不晓得 不过因为从外在的这一个环境观察 就美国或者南韩来讲 近期对北韩并没有加大相关的这个压力 那最近金宇正为什么会一再对外 扬言要这个跟南韩切断关系 那甚至一连三呛 那包含说 譬如说先前已经讲说 要把这个这个开城工业区 把他整个拆除掉 那这个联络办公室要把他炸掉 然后甚至这一个不排除 要派兵进入所谓的 他非军事区这个DMZ 另外还有包含废除两岸的 这个两韩的军事协议 这些讲了很多 那他的一个其实点 更奇怪是说 他一开始会开始对外这个放话 都是因为说所谓的这一个脱北者 他用在从南韩用空飘气球 发布了一些不利于 就是这个这个责骂 这一个北韩政权的一些 一些空飘的传单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动作 过去不是没有过 那看得出来 他就是找一个理由跟借口 要做一些动作 然后来对内对外 对外包含可能对南韩或对美 做一个警示 那我个人观察是认为说 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 政治性的警告动作 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全面进犯南韩的话 事实上他的地面部队 他的这个古山大炮 他挖式的火箭弹 马上就轰出去了 一定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 一个火力的一个攻击 不会是只有先炸一个这个办公室 然后向你让你示警 那某个程度 当然就是他希望这个南韩 可能有一些动作上的表示 但现在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先前两个月前 金正恩他失重那段期间 事实上受到美国高度的矚目 包含川普 那那时候川普事实上也曾经讲过说 他会跟这一个金小胖通电话 甚至不排除会面 但事后有没有做 好像没有 那某个程度 如果说今天金正恩假设说 他健康问题没有问题 还存在 那他这个组长政权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又再做一些 类似先前的这个药糖吃的动作 吸引国际的注意 然后这个希望川普能够重视他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状况是比较混沌不明 因为特别是金正恩 我看了一下 他最后一次公开的讯息 是在5月24号 他有主持他们劳动党内部的 这个中央的军委会 那那时候他还特别提到说 他要强化这个北韩的核武的 这个核威者的能力 在那一次的讯息之后 好像就没有看到金正恩在现身 那所以这三个礼拜以来 看到了反而是金与正出面 那我也同意刚刚事实上 有个观点就跟明老师一致 就是说金与正的出来的相关的动作 某个程度也许就是在对内表达说 特别是像这样开火的动作 事实上是一个军权掌握的一个象征 那对内非常有可能 就是在立威 就是说他不管他已经是不是完全接班了 或者在接班过程中 或者被指派即将接班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内都表示说我敢开火 我敢对外干 我非常强硬 所以他可以hold 这个hold得住内部的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的可能性 我觉得目前来讲是趋势是比较高的 那当然不排除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那另外就是说北韩的这个核武 我简单讲一下 因为瑞典斯的各尔摩 他特别首度 2020年的这个核武的报告 他公布了 就是说北韩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弹头 他的数量从过去可能一般预料20到30枚 增加到今年事实上可能提高30到40枚 也就是说过去川普政府在处理 北韩非核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 恐怕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进展 那特别是国际的这个卫星也拍到说 他在屏山 有一个这个浓缩柚的这个晶电厂 还持续在运作 也就是说这个金正恩 他在内部对于所谓核武的这个发展上面 他并没有放弃 那甚至还这个增快了他的脚步 那这当然某个这个对他来讲 核武这个东西我们也研判 不可能完全无核化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重大 这个政权的保证 那未来接下来当然要看美国怎么样出面去反应 最后中印的部分我简单补充 因为中印这个事情的确也非常震惊国际 因为先前双方对峙很久 那最多就是打石头战 或者是这个双方这个不开火的情况之下有冲突 但是15号晚上应该是昨天晚上的时间 这是印度媒体报道说 的确双方这个军官 在这个拉达克这个地方 有相关本来的一个边境的一个会议 但是在会议的举行过程中 可能谈的有问题 就开始也爆发冲突 最后导致有一名印度的军官 他还是当地的这一个一个 这一个比较基层的指挥官 然后两名的士兵遭到中国解放军的杀害 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恐怕会比南北韩的 这个冲突爆发恐 这个可能会来的 这个更加的这个严重 因为双方我们最近观察 中印表面上官方的说法都说 这个他的这个战时的控制线的 双方谈判都没有问题 但是军事上的动作持续在增温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印度 他这个真派的不管是T90S 这种坦克或T72坦克往这个边境 这个急剧的增加 另外解放军他也没有 这一个减缓他的动作 他先前还展示了 他在这个青藏高原上面 他的这个994的坦克 包含他这个运上去 这个新型的154的这种新型坦克 各种的这个自走式的火炮 然后在那里进行实弹试射 所以这一个如果万一 昨天的晚上这一场冲突 他是真的有开火的话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原因 造成这三名印度军人死亡 这恐怕绝对一定会引起 这印度内部非常的不满 然后加大可能未来在 跟这个中国解放军方面 这个在边境上面的一个冲突跟对峙